位于台中市的女儿馆是由立新基金会经营台中市政府给予协助的一个女性友善空间 是亚洲第一个Girl First女生至上的好地方 在104年10月11号也就是台湾女孩日女儿馆开始正式营运 在除记性交易性剥削家暴等领域努力多年的立新基金会 因为在辅导的各项案件中有所感触 于是谋生了创立女儿馆的念头 这些案件我们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状况 就是一些性别个案影响 或者是整个性别框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让他们其实走到他们那时候的人生很难再往下走 因为那些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们就觉得倡议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些人的生命 开始被这些性别影响之前能够做一些教育的话 是不是可以他们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女儿馆希望触及15到24岁的年轻女孩 透过举办活动、馆内经营、脸书资讯 来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相关讯息 当遇到问题或困难时都可以不吝啬地来女儿馆寻找协助 这里是一个交换经验的平台 也是一个提供有用资源的单位 其实现阶段我们也在唱语说 其实女力是国家需要注重的部分 因此女儿馆内设有各项陪力服务方案 藉由志工引导女孩们参与活动 以实际行动来实现梦想 并在完成计划的过程中提供年轻女性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女儿馆这两年办的活动 有几个活动是本来例行基金会就已经在推动的 比如说我们每年会办个女生女生的 针对15到18岁的这群孩子 我们每年会招募大概10个左右 然后就带领他们一整年 去跟他讨论生活当中的一些性别的议题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魔法少女电影 刚好有女官之后 我们就带到女儿馆之后 做一些延续性的一个办理 对那另外一项理性影展 对还有性别式沙龙 其实这个部分是印诊有这个管设 特别规划这两个活动 那这几个活动其实它都有一些性别的概念 或者性别的聚能 我们想要介绍给民众 或者是我们青少年朋友 另外女儿馆内也有各项不同功能的空间 像是会议室 舞蹈室 开放式厨房等等 都非常欢迎民众逐渐使用 希望大家走进女儿馆内 都可以放松自在的做自己 出品的 克萦 咖啡